今天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表示 即将完成修订美日防卫合作指针 这将促进美日双边同盟心态 并且有助于应对来自亚太和全球的挑战 周三上午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东京 先后与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 和日本防卫大臣中古元会晤 美日两国就更新双边防卫合作指针进行磋商 卡特重申美日军事同盟关系非常稳固 据悉美国和日本政府计划月底在华盛顿 举行安保磋商会议 两国防卫合作指针将在会议上达成正式协议 新唐人记者陈欣综合报导 新唐人记者陈欣继